在上世紀80年代,世衛正式宣布已经成功将天花这种病消灭了 消灭的意思就是大家无需打针,都不需要再怕会被天花病毒感染 这个有点不同,一些控制组的病例如小疫麻痹、麻疹这些病,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少见到 好了,小疫麻痹和麻疹,今天我们仍然在打预防针才能控制住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例如阿富汗,长期都有小疫麻痹封土病,仍然有机会将病毒传入任何地方 所以这个就不叫消灭了,只是控制住 天花这种病是非常可怕的 在上世纪50年代,每年全球感染的人数多达1500万 其中200万死亡 既然这些可怕的天花病毒我们都对付到 今天可不可以用对付天花的方法去对付新冠肺炎呢? 天花这种病历史非常久远 有人说它已经存在在人类社会里面3000年 我们由初初研究天花的来源 发现它是病毒引起之后 接着再研究疫苗,研究这个预防方法 全部都要很长时间才做到的 最初就在牛身上,类似天花那种病毒 就将它弄到人的皮肤里面 整个伤口,发现可以引起免疫反应 令到人的免疫力改善了 中间的过程要研究 怎样的疫苗更加有效呢?安全一些呢? 还有打疫苗的方法都很有研究的 打这个天花疫苗是用一些小针去打的 它有两个分叉的 这些分叉的针就是一支针,没有针筒的 那两支针中间的那些位置 你把针点到疫苗那里 它就会保持足够的疫苗在里面的了 然后把这些针刺在皮肤上15下 将那些疫苗带入皮肤里面 从而引起免疫反应 为何这样做呢? 这些针就打得比用针筒的很多 这个也需要很长时间,大家才发觉 这样会打得快很多,会有效率很多 所以全部都有一个过程 说了这么久,究竟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才能够克服天花呢? 我们由1796年开始就研制这个天花的疫苗 到1980年宣布已经消灭天花 总共经过了184年 所以今天COVID出现到现在 都是两年左右而已,是不是? 如果COVID这种病真的能够好像天花那样被消除的话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第二点,不要紧要是需要有效的疫苗 有效的疫苗都要大家打才行 要大家肯打才行 其实smallpox天花的疫苗 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一般都会觉得它有95%的效率 其实这个数字呢,我们现在用的mRNA疫苗 例如Moderna、Visor等 最新的数字呢,美国的数字呢 发觉这些疫苗打了两针之后 去对付Delta也好 Delta病毒的引起的严重感染 入院呢,仍然到现在都有80-90% 其实都不是差很远 但是大家打针的意愿呢,当时和现在就差很远了 当时呢,其实大家真的没什么人会反对打疫苗的 但是今时今日呢,COVID这个疫苗推出了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了,那个时代不同了 好,很多东西真的令人废解 第三,天花疫苗有一样东西好呢 就是说,它打了针之后呢 基本上你一定知道它有效和无效的 因为你打完针之后呢 它刺完之后这个手臂那里呢 它如果有效的话呢 一个星期之内呢 就会在这里起一个笼拋的样子 就是说呢,那个病毒呢 就进了身体那里引发反应 才会有些笼拋在那里的嘛 那如果说只是少少红呢 那就叫做无效果了 不行 那就要捉回来呢 要重新再打过 打过之后呢 就发觉要有这个笼拋呢 那就知道 OK啦 如果我们现在用的疫苗呢 可能你老人啊 有些免疫系统病的人呢 就效果就没那么好 但是能不能够很准确 很精准地点出哪一个免疫力没那么好 需要一定要補回打第三针加强劑 那就比较难的这件事 所以呢,就天花疫苗呢 有它的好处在这里 第四样东西呢 很关键就是说 那种病毒啊 那种病啊 会不会有一些 没有症状的人都仍然可以传染到那种病毒呢 很明显大家知道 Covid 这个新冠肺炎 就有这个无症状的感染啊 那就不少了 但是呢 天花呢 就基本上没有的 那它一发病 那大家都知道的了 因为它起了那些水泡的嘛 那个个都懂得小心 个个都懂得避开的 那这件事呢 尤其是在疫苗短缺的时候 就更加重要了 就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卫开始认真去做 消灭天花这个program的时候 其实呢 就给到的拨款是相当之少的 拨款少的原因等一下我会说的 那种之呢 就是说是很不够症的 那所以呢 就当时呢 其实就需要那些前线的医生 要很醒目自己执生了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全教士的医生 他是美国CDC疾控中心的顾问 那去到尼日利亚呢 就去负责监察注射的工作进行了 那当他呢 就在尼日利亚 发觉隔离那条村呢 有几个人呢 就感染了天花 有少了爆发的迹象 那他又不够症 那他怎么做呢 他发明了方法呢 就是说 症既然有限 不要个个打了 就将那些症呢 就火速送去隔离村 找出那个人 就是有患了天花的那几个人呢 有患了天花一看就知道了嘛 那就立刻就和他家人 周围接触的人 就立刻 打一圈先 那些人全部打完 就是在那个人周围 造成一个保护网 就不要再爆发开去 所以呢 就这个病如果 是没有一些 没有症状的感染 很容易去看得出的话呢 那你控制上呢 就会容易一些了 尤其是在资源紧绝的时候呢 你都能够有效地将它控制住 那最后一样东西呢 就是能不能够有国际合作了 那其实呢 就当时世卫推出这个program 那就是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是美苏冷战的时候 为什么世卫拨这么少钱 去做这个program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呢 就要为全世界 可能十几亿人去注射疫苗 要为人打疫苗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是一些 窮乡僻壤啊 很偏远的地方来的 一个这样的计划 是不是失败的机会很大 所以呢 当时世卫的总干事呢 就是觉得 哇 如果坏了的话 没理由将责任就是我什么的啊 那他呢 就很聪明啦 那他呢 那他就委派了这个重任呢 给一个美国人叫Handerson 那样 那Handerson想拒绝的 那不过拒绝不了啦 那这样 那但是这个Handerson呢 就真的非常之聪明啦 那他呢 就用他的方法啦 那他呢 他和呢 苏联的卫生部长呢 是个人的朋友来的 那大家呢 就建立了一些互信关系 他居然呢 可以促成了美国 和这个苏联可以合作 去将这个疫苗计划推广 当然他自己呢 也都很努力 他各样都亲力亲为啦 那去到 去打针进行的时候呢 他都make sure 他的下属呢 一定要去到前线那里 要看清楚 究竟大家对打针的反应是怎样啊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不断去改善 那才可以达成到做到这件事 那今天存不存在这个条件呢 那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啦 其实人类历史上 我们只是曾经成功过一次 就是将天花这种传染病 是消灭的而已 SARS COVID-2这种病毒 能不能够消灭呢 似乎呢 现在看各样因素呢 都未能够乐观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